第五章 什麼被強行喚醒 從地下一口棺材裡來 說一口自證腔圓的古風芳言 聽著像千年老江詐詩 但詐詩其實不可怕 因為人死如燈滅 那些練詩 感詩的原理 跟題線木偶差不多 屍體都是在外力的操控牽引下動作的 本身的神經系統已經爛光了 不會再有任何想法 仿佛工作有一點做不好 屍身上的胳膊 腿 心肝肺之類 一邊走一邊掉 都是常有的事 除了嚇唬人 戰鬥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怕就怕棺材裡放的不是屍體 因為除了正常的入土為安 古人封印一些不好的東西時 也會以官國為器 所謂喚醒他的身影言語癲狂 很可能是某種咒語或者道詞 有人在用鏡樹照模 怪不得天向太平赤淵異動 原來是人禍 宣姬心裡罵了句髒話 他早該想到的 都是牽腰圖鑑這坑貨 用什麼通心草人偶誤導他 他到底哪邊的 門外的外勤聽見動靜不對 立刻就要直接闖進來 宣姬莫的抬手 隔空一掌打在門上 剛把門推開一條縫的外勤 被他直接拍了出去 一個火焰色的紙子一閃 融進了門板 紙子迅速朝四壁蔓延 眨眼功夫 家屬休息室很快被火光圍了起來 與外界隔開了 被攔在外面的外勤小隊同時被彈開 沒看見他徒手畫符的過程 只感受到了符咒的能量 驟然的面面相去 這是什麼符咒 為什麼一個後勤會隨身帶這麼霸道的符咒 這是違規的 要知道 以符咒和法陣學的複雜程度 一兩年的培訓根本連個皮毛也學不來 所以沒有被納入常規外勤訓練項目裡 符咒都是定期由益控局研究院 借助儀器批量製作 作為一種武器 像子彈一樣給各部門外勤配額發放 因為這東西保管不當會很危險 所以連外勤們持有符咒都必須要有執照 局裡明令禁止非戰鬥人員接觸符咒 實習生小李手忙腳亂地 見回自己摔掉了一地的下巴 扭頭問羅翠翠 你們上後科怎麼敢公然違規 哎 人呢 羅翠翠雖說大小也是個特能 但一直在後勤部門過著 講文明講禮貌的和平日子 這會兒深怕引火燒身 眼看氣氛不對 早已經邁開小碎步 躲到了樓道拐角 聽問才小心翼翼地探出頭 隔著老遠造謠道 我們這老大新來的 那個 可能是關西戶 家屬休息室只有十來平米 幾條鐵鏈上的火苗如不怒龍 將天花板都燻得漆黑一片 按理說 至少三五分鐘就能把這屋頂熱成烤箱 可是一股陰冷潮濕的氣息 卻不知從哪裡蔓延過來 居然強勢地壓過了火焰的熱度 水氣不斷地被加熱 家屬休息室的四壁就像回南天一樣 滲出水珠來 軒機用鐵鏈困著那神秘的長髮男人 自己卻被這股陰冷的水氣壓得喘不過氣來 一時也不知道是誰困住了誰 大大小小的水珠在牆上滾過 留下濕漉漉的痕跡 漸漸連在了一起 形成了成牌的文字 那不是世界上現存的任何一種通用語言 旋機餘光瞥見 後極兩股竄起無法言喻的良意 前腰圖鑑的紙葉速速地抖動起來 片刻後 它吞吞吐吐地咳出了一行註解 因沉寂 門口外勤小隊的負責人越重上前 宣主任到底出什麼事了 我是別自我介紹了 屋裡傳來軒機有些失真的聲音 把這醫院 醫院十公里輻射範圍內所有的人都轉移 立刻把你們能用的人都調過來 還有報總部 小隊長半句話沒說完 就被他劈頭蓋臉地砸了一串的命令 一頭霧水 心說 你有哪位啊 外勤向來不太看得起後勤 畢竟職能部門自顧高人一等 而且後勤基本都是普通人 即使有特能 能淪落到跟普通人一個陣營的 想必也都是些沒用的奇葩 雖然上後科是總部派來的 行政上屬於上級領導 但當地外勤打心眼裡沒把他們當回事 跟古代將軍對太監監軍的態度差不多 希望他們好吃好喝 別沒事找事 這位宣主任光天化日之下非法馳服 不擔添亂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還莫名其妙地給他們安排起了工作 趁把自己當顆菜了 小隊長一邊不動聲色地研究門上的封條符咒 一邊耐著性子說 領導 轉移居民不是小事 交通 物資 經濟損失都是問題 更別提會給老百姓造成多大恐慌了 別說是我 咱們分局長來了也做不了主 再說 咱們的人現在基本都在大峽谷裡 便衣書還沒清理乾淨呢 是真的騰不出手來 宣姬顧不上講究禮貌了 再次打斷他 羅翠翠 給蕭主任打電話 告訴他便衣術只是天頭 赤淵動盪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陰沉寂 小隊長自覺已經算有誠服 還是被他堵得臉色疑慮 宣主任 赤淵問題是什麼原因 我們有專門的專家團隊評估 請您不要憑主觀一段誤導組織 羅翠翠屁癲癲癲地探出個頭 領導 蕭主任問什麼叫陰沉寂 宣姬心說 我問誰借 那牽腰圖鑑跟擠牙膏似的陰沉寂 撒字下面本應該有註解的地方空白一片 也不知道一本破書到底能有什麼難言之隱 顯然這會兒靠他是靠不住了 宣姬能感覺到惡毒的水氣在貼著他的骨頭縫往裡鑽 鐵鏈上的火苗被陰冷的氛圍壓得越來越微弱 強行掰開因為打戰咬在一起的牙關 他匆忙往外塞了句話 善用搜索引擎 這話是說者別無選擇聽者特別扎心 分局的小隊長認為他在指聲罵懷氣得掉頭就走 原地後轉他又想起什麼覺得不妥轉頭問小李 你剛才說裡面那個就那長頭髮的 是個混金赤淵不懷好意的特能人 小李連忙說動機現在還不清楚不敢說是不是壞 小隊長暴躁道我管你好人壞人你就說是不是特能 是是特能好像還是精神是特能就行了 小隊長冷冷地黑了一聲抬手一揮 帶著自己的小弟們魚貫而出 不管這不知好歹的擦屁股科長了 甭管好人壞人反正特能人的人頭不佔15條紅線的死亡名額 愛死不死死也白死 羅翠翠邁著小碎步奔江過來 您別走啊 這我們領導不是那個意思啊 蕭主任還沒說話呢 哎呀 蕭貞可能是去查資料了 在電話裡讓他等著沒了聲音 羅翠翠手足無措地追著浩浩蕩蕩離開的外勤門跑了幾步 回頭看那陰森森的家屬休息室 又不趕走 舉著電話 他仇斷了肝腸 這都什麼暴脾氣啊 聖凌淵被架在火上烤 卻仍頗有興趣地側耳聽他們說話 火蛇裹身 他連頭髮絲都紋絲不動 還覺得挺暖和似的 蒼白的臉上被火光映出了血色 河岩月色地對宣姬說 妖族和仁族歷代血仇 即便妖族敗落 也是遠避世人 退隱山林 你這純穴的小妖又是怎麼回事 怎麼自己一個人往人堆裡扎 是在家受了什麼委屈叛族 還是做錯事被族人流放了 宣姬後幾兩股上的冷汗凍成了冰珠 順著後背往下滾 嘴唇動地發青 嘴上不肯認輸 你大爺的 我們現在五十六個民族都是一家了 您念的是哪輩子的老皇帝 你才判族被流放 困在那魔頭身上的鐵鎖鏈 繃緊到極致 咯咯作響起來 他袍子上的圖騰開始往下滲邪 牆上的水字跟著陡然伸了一個色號 小妖 再不放開我 小心受傷哦 他話音沒落 宣姬的髮梢和衣角刹那間掛上冰柴 門上的紙字書得分崩離析 那些血字透過家屬休息室的牆 直接滲到了另一邊 淒厲的陰風橫掃出去 玻璃全碎 風擠過門窗時發出尖銳的呼哨 彷彿夾著一聲垂死的慘叫 沒來得及走遠的外情們被碎玻璃渣掃了個正著 羅翠翠領口刺出了一截綠螺的嫩牙 順著她的脖子盤旋而上 自欺欺人地展開葉子蒙住了她的眼 就在這時 蕭征恰好發了視頻電話過來 羅翠翠慌亂之間碰到了接通件 把這一幕圓圓本本地傳到了千里之外的議控局總部 蕭征瞳孔默地收縮 扭頭飛快地吩咐旁邊的工作人員 聯繫吃緣分局局長 立刻加派人手 轉移醫院裡所有人 現場聽宣機的 老羅 讓你主任堅持一會兒 叫古籍修復科來人 羅翠翠被綠螺葉片仗著目 五迷三道的面壁學舌 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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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蕭 蕭 蕭 說 她的聲音被哗啦一聲鐵鏈亂撞的動靜蓋過去了 原來的鐵鏈上火苗消失殆盡 像被抽乾了似的 便回毫無光澤的硬幣 繃得到處亂飛 其中一枚擦著羅翠翠的頭頂 盯進了她身後的牆壁裡 擦掉了她兩根珍貴的繡發 羅翠翠蒙了一秒之後才反應過來 腿一軟 當場無體投地 在地板上鋪騰起各種泳姿 手腳並用地往外游去 聖靈淵脫困的瞬間 已經掠出了家屬休息室 傲慢的分局外勤們總算發現 軒機不是拿他們動悶子 然而濃重的血腥味已經裹著含意直衝鼻腔 再要動作已經來不及了 外勤們驚悚地發現 那從休息室裡飛出來的白影 彷彿瘟疫 冰冷黏稠的水氣從破窗裡呼嘯進來 往所有活物身上黏 他們的身體好像被速動的魚 眨眼的功夫 連關節都動僵住了 一動不能動 細小的冰茶舉毒式地爬上人皮膚 那可怕的白影已經逼至眼前 聖靈淵伸出一根手指 勾起了離他最近的小李的下巴 小李的眼睛幾乎脫眶 就見那面無表情的魔頭打量他片刻 隨即笑了 朝他喝出了一口黑霧 小李不知道那黑氣是什麼 心裡卻本能地生起極度的恐懼 那恐懼激發了他的求生本能 他拼命後退 竟把背後的冰茶撞裂了一條縫 然而 蝼蚁就算敵死掙扎 也掙不出清风半量 那縫隙很快又被冰茶凍住 眼看黑霧化作了一隻猙獰的獸頭 就要將他一口吞下 就在這時 一團火球流星似的砸了過來 擦著小李的鼻尖 撞散了那團黑氣 小李身上的薄冰從鼻尖開始融化 瞬間讓他恢復了行動能力 小李一屁股坐在地上 蹬著腿往後縮 差點尿出來 那火球有生命似的繞過他 在地板上滾出了一條燦爛的火線 撞在一杆外勤身上再彈開 落湯姬式的外勤們從冰雕狀態裡解脫出來 這隻外勤小隊的小隊長雖然自以為是 卻頗為尿性 恢復自由後 他第一時間掏出一把槍 朝那大魔頭連開竖槍 那是異控局外勤專門對付各種妖魔鬼怪的秘銀槍 裡面的秘銀子彈會自動繞開沒有異常能量反應的人和物 追著高能的目標跑 一時間樓道裡螢光亂窜 螢光過處 一聲清笑響起來 是被寵愛的孩子調皮搗蛋時招來的無奈又縱容的笑 這小隊長是個女兒都上中學的中年大漢 聽見這笑聲 刹那間恍惚了一下 他忽然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強保時光 又脆弱又委屈 只想跟人撒一場交 他就這麼一眨眼的功夫失神 一團黑霧凝沉的澡 已經抓住了小隊長持槍的手腕 小隊長只覺得一陣酸麻從手臂上蔓延出去 緊接著 半個身體都沒了知覺 秘銀槍脫手掉在地上 而那黑霧順著他的胳膊往上爬 直指他的咽喉 閃開 一團火光卷了上來 呼的一下撩著了小隊長的胳膊 然而那火只以黑霧為燃料 並不燒衣服 也不燙人 黑霧轉眼被燒了個乾乾淨淨 與火光一起消失 外勤小隊長就地一滾 撈回秘銀槍 驚疑不定地看向軒機 你 您居然是雷火系 雷火系這種攻擊性極強的特能特別罕見 即便是在外勤安全部裡也是萬中無一 幾乎所有的雷火系都在總局三大特種精英部隊裡 前特種部隊雷霆的指揮官 現任議控局總調度長蕭征就是個雷火系 地方分局可能一輩子都沒見過一個活的雷火 讓一個雷火系的高手擦屁股膳後工作 總部人事科有什麼毛病嗎 宣記道 開槍 別停 小隊長回過神來 他身後的外勤們這會兒也總算是反應過來了 訓練有素的各自站位 配合著用秘銀槍子彈狙擊大魔頭 大魔頭大概沒見過秘銀子彈 有些顧忌 在密密麻麻的螢光前迟疑了一下 眼看密銀子彈雨點式的落在他身上 就算是尊石像也能給打成篩子 那大魔頭身上卻疏得扶起一層黑霧 將密銀子彈全部掃了開 就在這時 宣記伸手憑空一抓 嵌進牆壁地板裡的硬幣 就都乳焰頭鈴似地飛回他手心 每一枚硬幣上畫著一張表情誇張的卡通人臉 或哭或笑或撐或喜 排成一排滴溜溜地在他掌心裡旋轉 像一排微縮的眾生下 然後那些硬幣突然變形 抽長成了好幾條鐵鎖鏈 一端牽在軒機手裡 另一端毒蛇似地飛出去 趁那魔頭分神勾住他的四肢 牢牢地把他纏附其中 外勤們再次集體目登口呆 這是什麼 這怪物到底是雷火系還是金屬系 碧雷珍成精嗎 說好的雷火和金屬相克 絕對不能共存呢 不過碧雷珍本人看著也不輕鬆 他眉梢頭髮上結了一層細霜 扯著鐵链的雙手 哆嗦得像是隨時要脫離 快去疏散醫院附近人口 快點 一個外勤猶豫了一下 您 別磨蹭 那外勤還要說什麼 被小隊長一把按住肩 小隊長收了傲慢之心 經驗和眼力是在的 他已經看出來 這個善後科主任 至少是個有資格 進入特種部隊的高手 這種水平的戰鬥 閒雜人等留下不是意氣 是愛事 小隊長深深地看了宣機一言 兄弟記住了 立刻報總部請求最近的特種部隊支援 全體 分頭清長 疏散十公里 走 一控局裡 當晚古籍修復科 職業班的正好是古修科長王博士 王博士戴一副圓片小眼鏡 勾搂著腰 身體還在邁著小碎步 往總調度室趕路 腦袋已經率先被伸出二里地的脖子 送到了蕭正案前 據說此人生於明朝末年 特殊能力倒也沒別的 就是老不死 退休了三十多次 又被返聘回了異控局 現在專門搞神秘古籍及術法研究 他老人家博文強制學慣古經 是個活百科 就是上了年紀幹什麼都慢 跟他溝通起來得有點耐心 因沉濟啊 可不得了啊 濟可是禁術 鬧不好要死人的 王博士老旦式的開了槍 文鄒鄒的一唱三叹 聽得蕭正想狂按快進 記乃惡記 上可求邪神降世 屠戮苍生 下可求惡鬼附提 報仇雪恨 就是那些個邪神惡鬼什麼的 哪是好求的 幫你辦事 必要百倍求報啊 蕭主任 你問的挺巧 前一陣 我們剛做了個G的專題 檔案保存在哪來著 哎 哎 蕭正檔 存檔日期 哦 就是上禮拜嘛 幾號來著 蕭正一把薅起他的電腦 大步往檔案室里充 後面拖著根蹦蹦跳跳的電源線 古籍修復科的檔案室里橫溫橫濕不見光 裡面有成牌的水晶櫃櫃櫃裡封閉著各種古籍原件 櫃門上一個小屏幕能調閱研究員們的註解 蕭正一聲令下 十多個研究員替他翻箱倒櫃查資料 很快翻到了G的專題櫃 所謂G 您可以理解成是一種買賣合同 一場G里有四要素 G品 G主 媒介和G文 一個研究員對蕭正說 G品就是甲方支付的費用 G主是收費辦事的一方 一般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有學者認為 只有摩才能作為G主 響應G 媒介是通摩之物 您可以理解成是買賣雙方的溝通途徑 最后G文就相當於是這場交易的契約書 相傳這是一種寫不出來的文字 一旦被寫出來 就意味著G已經生效 甲乙雙方都不能反悔 G文上列的G品一定要到位 記住必須履約 否則會遭到G的反噬 蕭正追問 具體說說陰沉記 陰沉記是記的一種 相傳這種記的記住很特殊 是被封印的魔物 陰沉記能撬動封印 因此又叫照摩記 媒介則必須是獻祭人本身 研究員說 可想而知 不管成不成 發起陰沉記的獻祭人 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是一種孤注一掷的自殺式襲擊 蕭正道 什麼鬼 魔物是指什麼 我們的資料很少 古籍上說 魔可以永生不死 法力無邊 只能封印 或者等它自然消解 不能用外力殺滅 按照這個描述 當代學界普遍認同 所謂魔 其實是某種混沌有害的異常能量 蕭正聽得一頭污水 一團能量 怎麼做買賣 怎麼履約 抱歉主任 這不清楚 畢竟魔也好 技也好 都只是古籍中的傳說 甚至可能只是古人的奇幻想像 不過 有一本殘破的古籍中 曾經提到過人魔 我們推斷 魔這種特殊的異常能量 很可能可以聚化到 某個特定的人身上 這個人可以支配這種 異常強大的能量 或者被這種能量支配 成為真實存在的魔物 對了 是原醫院裡 那個來路不明的神秘男子 蕭正眼角一跳 關於人魔 我們這兒能查到什麼資料 人魔形同天災 研究員點開一份 電子掃描版的文件 只見上面踏了一幅壁畫 用細緻到有些血腥的筆觸 描繪了洪水 地震 瘟疫 與戰爭場面 畫面上鋪滿了形態 各異的屍體 而每一個人間戀獄式的場景中 都有一個格格不入的白衣人 沒有正臉 似乎只是某種恐怖的象徵 您看到這個白衣人 在洪水的場景裡 他在上游把手伸進水裡攪動 戰爭場景裡 兩個人互相用刀劍 捅穿了對方的身體 這個白衣人手裡拿個杯子 從刀尖上揭血喝 暗示這些大天災都和他有關 您注意到了麼 這幅畫裡除了這個白衣人 剩下的全是屍體 這畫就叫人魔 蕭征點點點點 完了 宣姬怕是要涼 宣姬不但涼 還是透心涼 他雙手已經被冰茶凍住了 像戴了一副流光溢彩的水晶手套 聖凌淵 那人魔低頭 目光掠過自己身上的血色圖騰 懶得費力氣爭動 似笑非笑的神色 像老貓看著爪下的小鳥 小鳥越是掙扎 它就越覺得有趣 涼嗖嗖地勸道 小妖 你天生和我演緣 我一見你就覺得喜歡 不遇傷你 快退下吧 宣姬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花痴 可是對方那句 我一見你就覺得喜歡 撞進耳膜裡 他無端心生異樣 忽然有種被偏愛的飄飄然 心跳急了兩拍 撐著鐵鎖鏈的手指差點軟了 好在這時 死機半天的牽腰圖鑑回了魂 在人魔下面飄出一行注釋 魔通六欲 善事人心 玄機機靈一下 眼神清明過來 這魔頭居然搞色幼 湊不要年 嘖嘖 魔頭頗為遺憾地搖搖頭 年紀不大 心智道歼 哄你松手 是為你好 不妨告訴你 此乃千人生計 既聞江城 現在只差最後一口活生 你不去找那始作俑者 與我糾纏不休做什麼 怕你咬人 玄機冷笑一聲 透過牽腰圖鑑去看牆上的陰沉忌文 牽腰圖鑑這馬後炮這回總算趕上了一回 書頁間緩緩浮出陰沉忌文的意文 玄機一目十行地掃過意文 心念一動 手機自動從他兜裡飛了出來 飄到他耳邊 接通了蕭征電話 半生靈沒想完 蕭征秒接 喂 你還湊合活著 你先聽我說 宣姬的舌頭 可能也有特能 把普通話說出了五倍速 快地走了掉 非得能逐字聽寫華文rap的水平才能明白 這篇陰沉忌文我看懂了 上面列的忌品是千人活忌 陰沉忌必須在一個月項之內完成 朔日指食之交 獻忌第一個活生 下一個朔日指食之交 獻忌最後一個 沒記錯的話 今天就是朔日 聖陵淵沒聽懂他這一口鳥語花香的rap 卻對手機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目不轉睛地盯著看 活生必須要死於非命 寒意透過口鼻滲入了宣姬的肺腑 乃至於他的氣息都不連貫起來 一個月 嗯 一個月之內 一千個人非正常死亡 不可能無聲無息 聯繫公安部門查最近一個月的 非自然死亡案件 蕭征飛快地吩咐旁邊的外情 又問 你現在還好吧 能堅持多久 一點也不好 宣姬狠狠地咬住了大顫的牙關 為什麼不給我大南方供暖器 為什麽不給我大南方供暖器 所以 可能先去除下了生命 良福探索